在纽约举办的机器人世界博览会上 机器人的任务就是工作 机器人没有自我意识 相信我 他们不会社交 虽然缺乏情感 但他们的生产效率高 能把人类从单调乏味的工作中紧缝出来 重复单调的工作 我觉得人不应该做这样的工作 即便是做一天 很多这样的企业 他们的人员流动很高 对人类来说 幸运的是 机器人是做这些重复工作的高手 有了这样的机器人 对公司和员工都有利 U-Au机器人公司的产品 是程序控制的 便携安全 比如这个机器人可以感应到 人类员工突然滑倒在它上面 并做出反应 如果感应到一个力超过罚值 它就停下了 超越机器人公司的一款 名为RD3新风的机器人 可以爬楼梯和在不平坦路面穿行 扫雷拆弹只是它的几个应用之一 还可以用于考察危险的环境 之后再派人去到那里 机器人在安防方面能发挥关键作用 警察 军方最终会将机器人 视为他们的伙伴 这是一个协作的工作环境 机器人还能帮助残疾人 威尔是机器人轮椅 可以按照预设路线前进 导航技术不只是用于轮椅 真的是什么都自动化 地面的和空中的运载工具都是 在工业应用方面就是效率更高 我在货场有几辆产车 我要把它们装上卡车 送到其他客户那里 如果是工作呢 你未来的同事可能就是个机器人 美国之音郑蒂娜纽约报道